一班人一起去成仰 一起做一些事情 會更加有成就感在這裏 日系偶像就是我夢想的終點 是我的人生意義 這幾位妹豬明明是香港女生 但唱日文歌 她們是日系女子組合 月女新夢 成坤已經三年了 出過碟 在日本也出過活動 早前成員參加了由日本港壇社舉辦的偶像比賽 在2675個 包括日本人在內的參賽者中 成員Ninka獲得Dancing Queen的獎項 Maho更加獲得總冠軍 是不是都想看看她們的實力 記者會跟著月女新夢一起搞活動 今次流行文化玉成姬 帶大家認識日系偶像女團 今次流行文化玉成姬 今次流行文化玉成姬 你是怎樣看這班女生的 我是有少少覺得定位是會不清晰的 如果你要做一個Idle 而是做日本系的Idle 那為何我不去 作為粉絲 為何不去直接追日本的AKB 版道系列 而去看一個在香港的日系組合 我今天造型行不行 是不是斯文了很多 今天第一天就會跟月女新夢她們開會 那就現在上去吧 我以為是X個 要看的 哇 Hello 我送你自由駕駛 你好 我是Ensan 請坐 請坐 我都知道月女新夢是一對一系的女子偶像 其實日系女子偶像和其他的偶像 因為現在香港很流行偶像 會有甚麼分別呢 我想最大的不同是 你會在電視上見到 MIRROR那些 你會在電視上見到姜濤 在廣告牌中見到姜濤 但我們主要都會在現場Live House 類似Indie Band 現場Live House面對面和粉絲的距離很近 我們今次談的日系文化 是2000年代中期 AKB48 在日本秋葉原掀起的偶像文化 理念是要成為可以面對面的偶像 成立初期 每日都會在秋葉原的劇場演出 亦都有握手會和粉絲投票等等的特別活動 月女新夢就在2017年組成 營運收入主要都是靠舉辦各種Live活動 亦都有和日本公司合作 找來日本的班底作曲 CD在日本都可以賣 和偶像的距離比較近 粉絲聽歌亦都特別投入 有一個叫Otage 我有玩過 I call 他們會叫I call 和打Otage來應援我們 這個是偶像才會有的 是一個相像的感覺 你們心中會否有些事情弄過 有 話說Switch有一隻鏡 叫世界遊戲大傳 這個人是六連珠之霸 我們三個全部都挑戰過 但從來未贏過 我覺得他是最後一組 然後粉絲跟我們逐個逐個玩六連珠 然後看看可否有人可以挑戰 但我想應該不會有 最後決定了活動會在5月29日舉行 用打機做主題 有一個月的時間準備 大家要努力練習 來到廣播 因為待會媽媽和Linka 就會來到電台做過訪問 這個訪問主要是說 我們兩個MISS ID的參選過程感想 這幾個星期他們做過什麼呢 去過電台 亦都有去過學唱歌 其實四位成員 平時都有自己的工作 跟他們認識久了 就發覺四位成員 就像戰隊一樣 各有特點和擅長的地方 我是媽和 我的代表色是黃色 我在隊裡的擔當 應該是一個很活潑的角色 MISS ID這個比賽 其實是日本一個 叫港談四位出版四位去做的比賽 那他就說 是找一些多樣性 多樣化的女性 即是一些不同的 特別一點的女性 真的不是選美的 我們一開始已經知道 不是 因為他有很多種 真的真的 如果大家都熟悉的 可能會有AV女優 上員和阿姨也有參加 比賽都是在網上進行 除了用ZOOM進行的面試 參賽者在社交平台的表現 亦都會用來評分 比賽期間 儘量去展示你自己的特質 讓評判認識你 然後這樣的一個比賽 我在圖書館借了一本書 那本書是香港的相集 正在我出生那一年 我就嘗試找回 那本相集 現在的地方在哪裡 我就想拍一張現在的相片 然後我自己拍了一條片 關於我去做這件事 Maho在大學是修讀多媒體創作 懂得拍片之外 現在還有開畫室教畫 完全符合多樣性女性這個參賽條件 難怪可以廢低上員老師 拿得冠軍 我是Linka 我在隊裡的顏色擔當 是淺紫色擔當 我平時在隊裡 就是跳舞擔當 和正能量擔當 現在是另一隊 Dance Crew的Member 平時就是跳Urban Hip Hop Dance 我就是Linka 是紅色擔當 是藝術方 如果晚上有練習的 是早上十點上班 回到晚上七八點 然後買個外賣 上去練舞 這樣練到十一點左右 就回家 在演藝學院讀粵劇的Linka 正職原來是粵劇演員 聽起來很不合 不過對於Linka來說 偶像和粵劇 兩邊都很喜歡 我覺得沒有衝突 因為這兩個表演的方式 都是我很喜歡的 就是一個藝術 工作加起來 其實覺得都挺吃力的 不過就 都沒有打算放棄 因為 既然這些都是這麼喜歡 而且你都已經開始 走這一條路的時候 因為辛苦而放棄 就實在太不值得了 你好 我叫Ai 我的代表色是藍色 我在團裡的擔當 就是唱歌和調和劑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幾位女生都是透過選拔入圍 好像Ai 本身有唱日文歌和夾動漫band 因為日文好 唱歌不錯 在朋友的鼓勵之下 就參加選拔做了idol 又繼續練習 今次一上來就看到他們上課 身為一個日系偶像 除了歌舞能力 懂日文也很重要 Ai更加考完日本語能力士的N1 和商業日本語能力士的J2 限時都會教其他成員日文 不懂的 卡住了什麼 漢字 不會寫 寫 寫了 寫了 6 我覺得這個學生 好幽默 吸收能力也不錯 泳池 對的只不過沒有那麼長 還是縮短 Hu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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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我們會用日文出Twitter 還有有時候直播 在showroom直播 都要說日文和日本粉絲溝通 但我常常的日文都 表達不了我想說的話 參加了missID之後 就更加需要多一些日文的能力 和別人溝通 所以我就請Ai教我日文 大家開聲 Ai又打人 我記得了 我記得了 這裡你們是不同的 是的 5 6 7 8 蹦蹦蹦 蹦蹦 你先 正面行好嗎 大佬 由練習到演出 都是由成員自己想出來 Ai會主力指導唱歌的部分 Linka就負責排舞 一星期只會訓練兩次 每次都是四至五個小時起跳 記者下班去到 看到都覺得累 好了 我們差不多了 今天的練習 都11點半 嗯 我要趕美班車 我也要趕美班車 走了走了 要期待一下我們五月的活動 5月29號的活動 今天的工作就是正式錄影一段演出活動日播 知道四位女生都沒有時間吃東西 所以買了一些食物和飲品 現在上去 聽到後面好像有些聲音 我們一起進去後台 看看他們在做什麼 這樣 喓 번째分ytes 浩薩薩 嘩? 原來很難啊 哈哈哈 這是我剛才 下等歲 就是 hun 是老師歌曲 然後再有三首œ abusive 因為疫情關係,活動當日就不會有舞台演出,改為錄影播放 在香港做idol真的不容易,化妝、髮型、排練都要自己來 但演出的舞台效果都很專業,有幕後團隊設計打歌服,還有專用的舞台 到了正式演出,我也開始有點緊張 四個都唱得不錯,不是我誇張,你也覺得不錯吧 四首歌直落表演,但因為我們攝製隊要拍攝的關係,需要連續演出兩次 對體力要求都很大,真的被Linka說中了,阿姨第一次表演完已經見頭暈 都跳完第二次就出意外了 喔,這首歌真的挺好聽的 不好意思,我們 好的,好 現在就十時半左右,我們今天的拍攝和他們的演出也差不多 有很多事情我都頗有感想 可能在鏡頭看見會覺得有沒有戲劇性 但我自己看到又覺得做偶像是不容易的 剛才阿兒就不舒服 表演的途中都保持燦爛的笑容 表情都做足了 到最後的時刻才是不舒服 我們由8時開始 基本上每個女生日頭都有其他工作 再要應付這次演出 都是不容易的 可能你會說兼職偶像 我覺得這些就交給各位讀者去判斷 這次在這個feature上做的事 就是將他們最真實的一面呈現給大家看 我想我會做完這個feature之後 我都會成為他們的粉絲 都是不容易的 有一些像不容易的 很厲害 超級快 我一定會吃很多的 你有賣 rich 你的手要學會嗎? 可以吃幾點 你就知道我會吃一塊 我真的要買大支 和賣周邊營運 今次的活動因為疫情 轉到餐廳舉行 網上預約二十多個位置 一早已經換了 在現場看到Ido 真的會坐下來和粉絲聊天 還會用茄汁幫你寫字 這些日系文化 就是看到令人很心動 Docky Docky 那天的流程是先打機 再播放之前的演出片段 Docky Docky 哇 好啊 恭喜 我立即追訓 18分 我教效果教慮 待會有更多人追訓 而果然選擇 沒事了 大家去拜 圖案很令我迷惑 很辛苦 有些圖案是有點難的 我開始明白是 是沒可能贏的 YES 是很厲害的 YES YES 其他三位成員 打機都輸給粉絲 但阿姨的六連珠 真是厲害 打倒所有挑戰者 終於來到 大家最緊張的演出環節 I'm going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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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ase Spot 希望我們可以帶更多 更好的表演給你們 謝謝 事前幾位女生都有些擔心錄製的效果 但真的不用怕 一揹偶像和粉絲的互動 真的很有愛 跟普通的明星很不同 又聽粉絲們怎樣說 今天的活動是怎樣 很久沒見他們 其實是很開心的 今天 叫做有一個平時 很少會有的互動 一起玩遊戲的環節 我猜出來的 原來是這樣的 你跟他一齊成長 你跟他一齊走 見證著他們的里程碑 都是 我覺得好像代足 愛了我們一齊鋪飛的樣子 我最緊張第一次看 是真的覺得很感動 因為 沒想過香港的女生 都可以唱或跳 都可以這麼出色 日本有些地下Idle 都未必是真的可以 可能唱歌有時候 都會偷不夠氣 但覺得女生的表現 都是很穩定 覺得香港的女生 都可以做到 日本Idle的質素 就覺得很厲害 想追隨他們 很喜歡隊長Nika 她由一開始 女生夢的前身 已經一直在為Idle 這個夢想努力 努力了很多年 都還在 所以 給她這種堅持的一點 打動不到 終於都完成了今次的活動 問心那句 他們的演出 我真的覺得很有水準 這首原創歌 叫新的夢想 讓 pattern John 意思是忘記過去的悲傷 重新出發 第一天見面上 他們說起這首 都滿足感觸的 嗎 看到和歌的表情都不順主 大家最會感情 就可以在作組 réfl cards 不容易 是否真是很不容易 經歷了很多辛酸的事 我們一直在做這件事時 同時面對很多批評 尤其是你去做日系女團 會覺得扮甚麼日本女 反正你都是港女 我看日本女人不好 為甚麼要看你這班香港女 出得街吧 我真的這樣說話 我覺得怎樣說呢 那是真的 我真的想說話 我真的想說話 這些採訪其實是 很正常都是拍我們練舞 出show那些 但下面的留言都頗惡意 我跟她是不認識的 大家根本就影響不了對方的情況下 她會攻擊我的家人 她會攻擊我的所有東西 能力 對 我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你大可以不看 偶像是我人生中最光輝的時刻 是我最寶貴的一段時間 我會覺得 真的有一種在生存的感覺 因為其實在做Ido之前 我經常被人欺負 也不太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很無自信 連自己是一個女性的視覺都沒有 不會打扮自己 但是做了Ido之後 就真的覺得 我現在是為了一件事 很努力去做的 有沒有想過為何會繼續做下去 因為不做就沒有機會 我也有想過 有這麼多表演項目 為何我不去選擇其他 但我喜歡的就是Ido 我自己喜歡的表演模式 就是在舞台上穿著很漂亮的衣服 然後唱人文歌 台下會有人喊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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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沒有疫情 然後你來看一次就會明白 《日系偶像》對我來說是我的人生意義 他真是我的人生中唯一一樣 可以這麼有 passion 堅持到這一刻的事情 你覺得可以結束到多少歲 跳不到那個年代 40、50 跳不到的時候 《日系偶像》對我來說 我覺得偶像對我來說就是 這個人的存在 令你有動力去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地生存也好 向著自己的目標前進也好 我覺得如果這樣做到 就是我心目中的日系偶像